人生小站 Live Station 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Welcome to Life Station Hold your busy steps Feel real life 116站 Stop 116 转念 Change Concept 几年前一位刚搬上山的有钱邻居告诉我 他虽然富有 但勤于助人 每周在医院 当几天义工 号称拼命是三郎 他虽然是女人 拼命助人 却不说男人 相信搬到山上后 以他凡事拼命的个性 一定会大幅改变 山庄样貌 我不禁建议他 搬到山上来 不需拼命 只需尽力即可 凡事 随遇而安 因为命 只有一条 拼完了 就没有了 多久前 我带着 自产的柳丁 去看他 这位当年的拼命十三郎 却告诉我 他常对于亲友说 我明天 又要到身上 受苦了 因为 他现在每周 上山两天 下山后 复健两天 看着穿铁衣 固定腰椎的他 我微笑说 上山来 应该是享受山林 不是来受苦的 转变观念 才能彻底改变 目前的情况 几年前 一位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 约我去爬山 我们先爬小山 富有 又轻于健身的他 觉得不过瘾 我告诉他 我喜欢慢慢爬 一边爬 一边欣赏 他说他喜欢快爬 这样才过瘾 我拗不过他 只得改爬 终极山 他一马当先 远远将我甩在后面 不见 踪影 有一次 当我快回到 中继休息点时 国家公园的人 打电话告诉我 他们已派出 两位寻山员 前往我同学受困的位置 请我放心 十分钟后 遇到我的两位寻山员 要我原地等待 不要帮忙协选 两个小时后 寻山员带回 惊恐万分的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说 没想到会迷路 越走越害怕 担心自己 可能就这样走了 我喜欢转变观念 不断寻找学习 更适合的观念 人生际遇 随时改变 一成不变 不适应的老旧观念 可能早已变成 伺机谋害我们的 杀手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 May you be in safety healthy and happy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